為了要歡迎我們唐政委 特別感謝政委在這段防疫期間 為我們整個國內甚至國外 都向我們唐政委來取經 傳授一些台灣防疫的 有關在資訊方面的一些做法 所以在這邊再感謝我們遊戲的同學 能夠為了今天的這個歡迎 創作這樣一個防疫的相關的歌曲 那我們這個今天的演講 是我們葉智希若老師 他申請這個日本歐亞基金會的贊助 我們這是第二年的活動 那這個基金會他的主要目的是 在這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種族、宗教、文化環境 這些大的領域裡面 能夠發現這麼多的衝突 尤其現在的世界真的是通常不安 那有建立這樣的一個世界的 共同和平的一個需要 那特別有這樣的一個贊助活動 讓在世界各地一些大學 都有一些相關世界和平的一些講座 讓我們在學的同學 能夠透過這個大師的專題講演 讓同學能夠深切了解到 世界上發生的一些大事件 那怎麼樣來相對的來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演講 真的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鄭偉 今天的特別從北部到台南來 為同學做演講 那我大概再簡單介紹一下鄭偉 那我想大家如果在整個資通訊領域裡面 有在涉獵的話 大概都知道唐鄭偉的聖威名 那我想他自從小 就是一個思考思想很特殊的一個小孩 所以他就自己跳脫我們這種自私的學習 能夠在各種困境跟資源有限之下 用自己的喜歡自己的嗜好 還有自己的毅力來自我學習 能夠達成我們今天所盡量的成就 那我想鄭偉偉他是自由軟體的設計 程式設計師 也是我們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那也曾經擔任過 明基電通蘋果 Apple公司的企業顧問 並且長期參與 開放原始碼的社群協作的事務 並主導V台灣等網路 網際網路的平台的運作 那我想鄭偉的各種過去以來的這些 對國家對社會對全世界對人類的貢獻 是相當的揮煩 那等一下我們就好好來聆聽 鄭偉他的演講 跟敘述他的人生 也能夠啟發我們學生 有一個不一樣的很掌心的觀念 對世界的了解 對未來我們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 該怎麼樣在辯對未來的困境中 如何的來突圍 那現在我們是以熱烈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政委 為我們來做興奮的演講 謝謝大家 謝謝 鄭偉俊 謝謝鄭偉俊 接著我們就要正式開始 大家所期待的演講 今天台委員要為我們講 做演講的主題是 台灣社會創新發展趨勢 現在就讓我們再次 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台委員 來為我們演講 請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小長 大家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這邊跟南亞互動 我這個禮拜以來已經快摔了 兩次還是三次了 因為都是音訊 這邊也有社交距離 而且剛才開上表演的同學 也沒有戴口罩 所以我就不戴了 好 我想我們剛剛在聊天的時候 我才跟校長說 很少看到說 我們完全還沒有開始 就已經有51個問題 在我們的slide上面 表示大家都非常的主動 非常的踴躍 校長就跟我說 因為這是一個很有國際觀的 這樣子一個社群 所以來選修的來這邊聽的朋友 本來就是很活躍 很主動的一群人 那所以我想這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也就不耽擱大家的時間 就是大家如果之前還沒有機會 留言發問的話 那就麻煩大家掃這個QR Code 掃了QR Code之後 就可以進入這樣子 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每每大家都在滑手機 每每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你就可以 就是隨便想到什麼 就PO上去 沒有那種就是舉手發言的問題 那但是為了講 那一舉手發言 所以如果有人在過程裡面 想要就是進一步追問 或分享或什麼 那就舉手就好了 我想我們的老師 或者工作人員 會幫忙 來遞麥克風 我們這邊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好幾位 至少四位 那四位麥克風 所以表示至少四個人 可以同時講話 所以過程裡面 就歡迎隨時舉手 那如果沒有舉手的話 我們就會用 上面大家投票的這個次序 來決定我們回答的次序 所以我們目前最高票 是8票 那如果你想要 就是覺得別的問題 更值得這個我來回答的話 那就麻煩你按個讚 那你在任何問題上面按讚 那它就多一票 然後它就會浮到比較上面去 那等於像是我們這些空間結構 這樣OK 如果OK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勝 好 不然一講完就變10票了 非常的非常的踴躍 非常的Active 非常好 對 好 那我們最高票的問題是說 湯布林好 謝謝你在民主峰會的致死影片裡面提到 台灣這裡投入資助 全球反彈集團 以及的議員員 努力貢獻於所謂的公益媒體 Initent Media Public Interest Media 這個國際基金 那當然這兩個都是反彈反制 作假訊息 而且台灣也透過GCTF 也就是全球合作及訊息架構 來實現承諾 那提倡反彈服媒體 事圖服務員服務員等等 那實際上GCTF這些 到底執行了哪些項目 有什麼方法 就是能夠做這個 就是一個簡單的brief 讓大家知道說到底有哪些題目 那誰就let me google that for you 直接到GCTF.tw 就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這已經是一個四方的架構 就是台灣、美國、日本跟澳洲 那這四方就會就剛剛所講到的這些議題 其實不只是剛剛提到的 也包括資安、能源效率、怎麼樣達成精靈等等 這些題目做出了很多具體的貢獻 那但是因為這個網站GCTF.tw非常好記 而且編排也不錯 所以我就不在這邊背書了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這個網站 那但是我想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在其他國家的獨立媒體 或是公益性質的調查報導的這種媒體 對我們、對台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相信大家在最近就是俄羅斯軍衛武漢的戰爭裡面 都看到非常多包含基輔獨立報 等等的這些獨立媒體的很多footage 然後很多即時的報導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是第一次 可以說是從俄羅斯出來的那些作家訊息 幾乎在全世界除了某些關卡領域之外 都佔不到上風的一次這個混合戰 那這個是很難得的 因為就是俄羅斯是混合戰、訊息戰的專家嘛 那為什麼他們這一次好像就沒有辦法讓他們的訊息 在特別是民主陣營的這個國家 佔上風呢 那最主要原因我想有兩個 第一個是說獨立的媒體這些朋友 他透過調查報導 以及透過第一時間跟就是包含拍到前線被以為是演戲 他們不知道要打仗等等的那些就是俄羅斯的第一線的這些軍人的家庭啊等等 取得了這樣子的消息來源之後 那他們就立刻就讓全世界知道說 就是並不是所說的就是一個演戲啊 這是維護和平的人物啊等等 所以就是說他們把俄羅斯本來打算要做的這些操作 他先一步把它叫破了把它釋破了 那這個我們叫做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也就是說在他們的那個敘事取得就是上風之前 我們只要先說其實他們本來就是要打算做這樣子的操作 或者是說你看到這個假訊息啊 其實就是就是莫斯科獨家贊助之類之類 他後面有就是放上這樣子一個嚴謹的調查報導 實際查詢過的這個消息來源 那這樣的話呢 這樣子一喊破之後就好像注射了心靈的疫苗一樣 大家看到這個時候就有抗體了 心理就有一種準備 所以當你看到就是後面這個錯假訊息的時候 你就不會轉傳嘛 這個就跟就是有接種疫苗是完全一樣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方式我們是透過GCTF 我們從2017年當初的GCTF有給過一個演講 那跟之後也辦了非常多賠禮的這種訓練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自己在2018年 也碰到很多這個錯假訊息的危險 那我們在2018到2019年就是靠著全世界 那現在這種獨立調查報導的媒體 還有包含國際時差和網絡等等的這些資源 我們就把我剛剛講的那個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這個方式就視作出來 所以我剛剛第一個講的是說 對國際上面有這樣子的協助 那第二個是說國際上面把我們所傳播出去的這些想法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的想法 你當它做了什麼貢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反過來回來使用 那比方說在2019年快到2020年 也就是快到總統選舉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疫情 但是已經開始有訊息的疫情 因為當時快到就是選舉的時候 大家發現說香港的那個ET 變成台灣的選舉最重要的一個ET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那所以當時在台灣的這個 點對點加密的系統 好像LINE等等的LINE這些群組 就開始傳說在香港的那些年輕人 事實上有人付他們錢 殺一個警察兩千萬 是什麼報名 有人上街然後換錢買了iPhone 還要叫他的弟弟一起來賺錢 殺警察之類之類 就是我們現在聽起來覺得很荒謬 可是那個時候確實的一些群組 是可能心以為真 可能是在地協力 他們就不斷的這樣子的轉傳 那就是好在有國際時差和網絡以及 剛剛講到這些國際的調查報導 這種資源 那讓我們第一時間發現說 有這些訊息的 這些訊息的基本傳播數而止 開始增加了 但它還沒有變成我們 就是大家都看到的那個 就是在它剛剛開始 這個Uptake的這個時候 那就有調查報導的朋友們去找說 這個訊息到底是哪裡來的 然後就發現說 這個訊息最早最早就是在 就是中央這塊為長安件的 微博的這個帳號上面 所以說就是北京獨家贊助 那所以從它的角度就是說 我們並沒有把任何東西下架 就好像沒有封城一樣 但是在那個時候 你在就是有協力的這些社群媒體 包含Facebook等等 在分享這樣子的訊息的時候 或如果你有安裝 去世科技的那個防炸達人等等的話 那你就會立刻看到 底下就多了一排字說 按照我們的市場中心的第三方的簡證 其實這個訊息是被禁獨家贊助 它在哪個微博帳號可以看到等等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一下子看到這個真心訊息的人 就比就是看到這個假訊息的人 要來得多 那你看到的時候不但不會轉傳 而且你會轉傳這個新的frame 就是說你真的有人在做這樣的 諮詢操作 所以就好像就是基督獨立堡 在烏克蘭所做的事情一樣 就是它就第一時間讓真實訊息 或至少有假訊息在傳播這個真實訊息 傳播速度比那個假訊息更快 那我們就達成了對那樣子的訊息的一個群體面移 所以我想就是關於這樣子怎麼樣研發新的抗體 新的疫苗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是一個全世界的社區 那這個不是只是對特定的民主陣營 它在第一線在前線像烏克蘭 或者像2080年的台灣 2019年的台灣那麼重要 那事實上對所有的民主陣體都是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研發出這個的話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這個社區媒體已經失控了 我們必須要開始緊縮言論自由 我們必須要開始就是把網站這個shut down 或甚至是把整個往前往路的揭取去限制它 那這個當然就會讓民主陣營越來越少人 對不對 因為他們都往極權那邊走了 所以要讓民主陣營就是不要流失 而且要變多 我想對這個的投資是非常重要的 也對我們自己的好處 像我看到這個問題 通常第一個問題我會講比較久 因為讓大家比較有機會問問題跟投票 那現在看起來已經有五十九個問題了 而且投票真的也比較多了 三十六票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會比較快要快答一點 而且這個問題也很難講很久 三十七位朋友們問說 網路上面有很多唐豐的梗圖 請問是最喜歡哪一張嗎 我目前最喜歡的還是客委會的那一張 客委會有一個唐豐過台灣沒單點錢 然後用腦破耕舔的那一張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就是那個唐豐過台灣 就是我在那張扇板還是什麼東西上面 然後指著那個台灣的方向這樣 然後腦破耕舔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是 就是只要想到更圖就會想到的 那但是honorable mention 就是也多少提一下 雖然不是圖 我也是一首歌 然後就是想一個練剛剛流行樂器的朋友們 改編那首歌 不過他們實在是 就是用關於我的書裡面的一些詞句來作詞 我覺得做得很棒 那這是我再說的是remix 就是在日本有一個band 叫做Dos Monos 是一個Hepop 稱饒式的一個band 那他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跟的日本記者訪談的那個片段 本來其實我公布出來 只是讓大家參考用 並不是讓大家創作用 但是因為我拋棄了著作參想群 所以你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就有這樣子的音樂創作人 直接剪了中間的一段 然後我就變成 就是他們的那個Civil Rap Song Featuring 但這個featuring並沒有我過我 但是因為反正我已經拋棄著作參選 他們也知道我不可能告他們 所以他們就直接直接發片了 那然後反應還不錯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所謂的開放式創新 就是就算我不認識的人 完全是陌生人 就算在不同的國家 而且他那個創作沒才 我本來完全都不熟悉 但是也可以在不熟悉的同意之下 去把這些根圖去做二次的三次的 多次的這些改作 那每次看到都是覺得蠻開心的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好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 這個想請問目前實驗制的部分 越來越多人不掃QRCO 當然因為指揮中心有說 這個不一定要掃QRCO 你只要就是有裝那個社交距離 所謂的藍牙實驗制 那而且你在一個場合可以 就是待超過兩分鐘的話 那他就蠻建議說 那大家如果這個不想掃的話 那你就出示 就是你有在套那個 他們社交距離 藍牙實驗制的那個畫面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你完全沒有吃回手機 然後也沒有翻發送QRCO的話 即使是那種翻蓋的手機 你也可以手動的去把你的食物 這進去實驗制 發送了1922 但是像我阿嬤 她是完全不會帶手機出門的 她是會用 但是她只會用大的平板 這樣子看得比較清楚 但是她不可能蓋那麼大的平板 不去掃實驗制 所以她還是用紙本 因為紙本那邊也有創新嘛 就是很多的長輩 他們是會用一個叫做連續章 就是自己有沾墨水的能力的那種銀章 不需要特別再去蓋印尼的那種 所以她就在上面和她的聯絡電話 或者是說她的什麼稱呼 因為不一定是實名嘛 她不像說她奶奶這樣子 那這樣子她就可以這樣子 稍微蓋一下就進去 其實她蓋連續章在紙本上面的那個速度 絕對比我們掃QRCO還要快 或是廚師那個螢幕還要快 所以這個其實是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這種無害並存的這種方式 每次推出一個新的做法 我們並不是說 因為我們推出簡訊就把藍牙廢掉 其實藍牙是先推出的 那或者推出藍牙的時候就把紙本廢掉 所以說每一個都是 對某些人來講比較方便 而對另外一些人可能比較不方便 有一些對某些人來講比較安心 對其他人來講比較不安心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有兩種甚至三種的方式 那每個人就是挑自己最安心 最省力的那個方式使用就好 那只要它可以讓醫療人員 能夠及時的取得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都不大 那所以我覺得隨著時間過去了 大家就發現說 掃我們的簡訊實聯池 比掃別的QR Code 要來得快 確實是這樣 那但是藍牙又比掃 簡訊實聯池來得快 也確實是這樣 所以大家希望醫療改變 到最後就會識別成了 對大家最方便的那個 大概會留下來 所以也很歡迎大家告訴大家 特別是幫帳輩安裝我們的 我們在台灣製造距離 藍牙實聯池 那只要這個中心說 我們有一半的人口安裝 這個1300萬之類的人口安裝之後 那簡訊實聯池就可以 在最大部分的場合 就慢慢的退一場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點 就是說在我們還沒有 1000萬人用的時候 藍牙在去年5月的時候 推行就一直都是 大概五、六百萬人而已的時候 那我們有個簡訊實聯池 去顧上這一段的這個缺口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在這段缺口 慢慢的貼滿 已經快到1000萬人 甚至很多的時候 那我們也有一個說 那我們並沒有希望說 大家就是非得掃不可 或者是說非得花那個時間不可 希望問到這個問題 那 所以有20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是 事實上是四個問題啊 那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有20票嘛 我們就四個問題 一個一個來回答 那 有 談問您好 是不是很榮幸 非常能夠邀請您到學校 跟同學無論問答 一下問題是講解 第一個 我們四歲開始 不在升學 而是在家自學 是不是因為 興趣而去做更興趣的事情 還是想要改變環境 或是現狀 才做的 其實我 雖然說是在家自學 但是我很少在家 我大概都是在大學校園 或者是我在創業等等 就是是有出門的 而不是都在家裡 那為什麼當時 那為什麼當時我的校長 多惠平校長 在被證過中 是冒著可能會被 就是教育局查核的這個風險 因為當時是強迫入學條例嘛 其實是沒有像現在這種實驗 教育散發的 那為什麼他會同意呢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他本來是告訴我 說連我不但要去等學位啊 可能是要考一個很好的大學啊 然後要出國啊 跟一個很好的教授 念研究所啊 念博士的啊 那他用來引誘我的方式 就是說因為他知道 我一直很想對 好比想說計算語言學啊 這些學位做出貢獻 那他就說 等到你考到很好的研究所啊 博士的話 你就可以跟你喜歡的那些教授 一起做研究 一起發 paper 所以就是說 雖然學校還是 他了解說這個 我學習的時候 我覺得學校很多的時間是浪費的 但是他覺得這些時間浪費 是值得的 因為最後可以就是換到 我想要的那個學術器 做研究的那個對象嘛 那所以後來 我為什麼能夠說服他 就是因為我就是把 email印出來 然後去找他 然後說因為這樣子 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我要去求諮詢網 那在上面 有一個叫archive的網站 ARXIM 明顯還在阿康奈爾大學的網站 那其實就是類似像大家 平常在用的DCR 或者是PTT 或什麼 只是說在上面 大家PO的不是緋文 那是論文 那所以就是任何論文的作者 都可以在上面PO 他們還沒有被期刊所接手的 所謂的preprint 就是預音版 那這些預音版 在上面 雖然沒有經過同裁神科 但事實上都是我們這些領域裡面 最尖端的一些研究 那又因為他就是希望 在這裡得到他的 就是不認識的陌生人 得同裁神科 所以我每次寫一封email去 然後去給那個研究者說 我看這邊 我看不懂啊 或者是說 看你們這邊說這樣子 但是你的數據其實不是這樣子啊 等等 就是幫他挑一些錯誤了 他們都非常的高興 而且他根本沒有管說 我才14歲 而且其實英文不太好 差字條 差很久才能夠寫出這封email來 事實上像多了 是Hofstarten 就是GEB的那名書的作者 那我寫信給他的時候 他因為我英文可能太差了 他就直接用漢語拼音回信 可能他會中文啊 我字典白差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全世界是這樣的一個開放社群的情況之下 校長本來跟我說 我必須要完成高等研究的等人學位 才能夠做到這種一起做研究的事情 其實我寫封email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就跟校長說 我完全同意你的這個價值 但這個價值現在有一個比較快的達成的方法 那我與其說我只有八個小時可以做研究 另外八個小時還是必須要待在國中的課堂裡面 然後我不如十六個小時都拿來做研究吧 那所以校長就是聽完之後 我就想了大概一分鐘 那我腦裡其實本來已經有很多那種決策書 就是他會怎麼樣子來反對我 我就要講什麼 然後他會講什麼 我要講什麼等等那種就是策略 那但是校長就說 好了那明天就不用來我的學校了 那我就說 那教育學員你怎麼辦 那校長就說 那我幫你擋著這樣子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完全在校長的普遍之下 那去投入我當時最感興趣的研究的題目 其實這也是我到現在為止的研究題目 就是為什麼我忘記網路能夠讓 互相未曾謀面的 互相沒有信任基礎的陌生人 那突然之間就認同相同的東西 然後就好像最好的朋友一樣 就是交淺人生 然後會分享非常多關於個人的訊息 而且可以一起去做創造性的工作 那但是 為什麼有某些網路的空間 因為它的設計不良的關係 也本來是好朋友的 到那個空間就很容易 就開始長假 然後到最後就互相封鎖等等等等 也就是說 為什麼網際網路上面的空間 可以比起現實世界來講 既可以造成swift trust 就是快速的信任 也可以有swift distrust 就是快速的不信任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所以這個問題問我說 是不是想要改變環境或現狀 其實當時並沒有想那麼多 當時只是想考懂 為什麼是這樣子 而且當時在大學裡面 並沒有來個學習或學問 專門研究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透過創業 也透過去考聽非常多不同的課程 才能夠稍微凝聚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來 然後想要回到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學校的課本落後 網路資訊十年了 那在這個體制上面 是不是能夠朝我設立的目標前景 而不是上層體制更改 但是下層就視若誤睹 所謂的想有對策 那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不過我想現在 並不是這樣子的時代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就是移動式的網際網路 我覺得大家手機的這個興起 所以雖然我現在拿著麥克風 而且講話很快 所以雖然我說隨時大家都可以舉手 我看就沒有人想要舉手打斷我 因為通常一個人講話 說得到這樣子的時候 不是想不想打斷他 聽然後是一樣 但是即使是在這樣子的一種 如果是在實體的世界的發言上面 好像發言去被壟斷的情況 因為大家是有手機的 而且大家也可以按讚 那所以呢 就可以把一些 本來好像是 就是下一個問題 就是非常個人化的 好像如果舉手的話 那個舉手的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好像時間都花了 我個人的事情上面 有點不敢舉手的 那種問題 變成說沒有啊 至少有19個人是跟他是同感的 覺得說這個問題應該要推到 其實最上面去 所以就即使實在看起來 好像話語權 比較不平衡 不均衡等等的 這種確立結構跟空間裡面 因為有網際網路 跟大家室長的時候 直接存在 所以很容易去翻轉這個教室 然後變成說 欸我就不可能跳過 下一個問題不回答 我必須要回答 所以議程的設定權 議題的設定權 就是靠這樣子 就是網際網路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分享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沒有什麼上層體制 跟在下層室肉無毒這種事情 上一次這個發生這種事情 還是在那個高中學生翻課綱的那個時候 因為所謂的黑箱課綱就是 大家想到就是 在沒有什麼這個 具名的會議紀錄的情況下去調整 特別是關於社會的 就是領域的怎麼教學 對不對 上次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就是靠著網路跟行動網路串聯 然後就是教育部就被佔領了 然後就出現就是 就是遍地的這種示威抗議等等 那當時 國教院的考案會議院長 要我進入 省力國教科學考案委員會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希望透過就是即時的 比較透明的溝通 讓大家知道說 那國教院也是可以改變的 這個上次也夠 這也影響後來 課程會裡面 也有學生的代表 然後也是採取一個 激進式的透明這種 看法會之後 註字註句 每個人講了什麼話 都公布出來 那即時要抗議 你也是抗議上個禮拜 我們討論的東西 也不是抗議兩年前之前的 媒體的一些 捕風捉影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就發現說 即時的看到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這個抗議的結果 而是看到它的過程 其實是讓大家更能夠聚焦 一起找出一些 其他適合滿意但可接受的一些解決方案來 所以就是說 不要覺得說 好像自己是這個下層 然後只能這個 楊鋒因為 或者是真的想要對策 或怎麼樣 其實現在在新科高裡面 即使是高中學生 透過他們的課發會 透過他們的學生代表 透過非常多的民主機制 其實也是一定程度的審議 跟討論的權利 那如果在不夠的沒有的地方 那總是有我們的那個 公共城市場 我們參與平台可以連署 就像最近前幾個月 才有很多高中生 非常成功的去推翻了 那個一定要提早 到想早知識的那個制度 就是靠著大家 一票一票的連署說 我們要睡夠 睡不夠的話 就是看得出 也等於沒有學到東西 因為短期記憶 不能寫到長期記憶 所以捍衛睡眠 然後權利等等 那就算是在疫情期間 但是大家還是非常嚴肅的 在現場討論 就是研究睡眠跟學習的專家 過來 那到最後 就真的造成了政策的改變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校內 就已經有組織的方法 組織起來 如果校內沒有組織的方法 那現在有很多全國性的平台 就算你還沒有18歲 也可以組織起來 要消耗到這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是問說 請問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對我自己個人來講 還不肯幫你決定 我自己活著的意義 就是在我登出 就是不在活著的這個世界的時候 能夠讓這個世界給我登入 就是剛開始活著的時候 要好那麼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原因也是因為 我從小就是因為 先進行心臟病的關係 所以我大概四歲的時候 就聽到我的主治醫師 跟我爸媽說 說這個小孩 他只有一半的幾率 能夠活到動手術 所以對我來講 每天睡覺的時候 都好像丟一個銅板 這樣子 那如果運氣不好 那就醒不來 那我當然十二歲後來 動了手術 已經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知道 四歲到十二歲是人格的成長 非常重要形成的一個時期了 所以其實我人格已經定型了 所以雖然我現在理性上知道 就是我睡覺應該是會醒得來 但是我的感性上 就是每天睡覺之前 我還是會有一種 那我是不是有什麼 該發表的沒有發表 有沒有什麼這個錄影啊 柱子稿啊什麼東西 我明明就可以拋棄掉 著作權的 我還沒有拋棄 那因為我心裡總是有個聲音說 那我如果醒不來的話 我如果沒有拋棄掉我的著作 才算缺的話 大家就要等七十五年 才能夠運用那些東西 就不能直接去一個 或八十年或七十年 看你在哪個關下聯誼而定 就不能夠像 就是日本那個 饒舌樂團一樣 隨便去拿去做什麼創作 那我會覺得是蠻可惜的 好像是 我對不起下一代 因為我這樣子 就沒有辦法說 那我當初而生 會讓世界怎麼樣變得更好 因為這個權利 就因為著作權 死後這個好幾十年還存在的 我就好像讓 就是世界沒有變得更好 反而變得更差 因為大家如果看到這個想法 覺得很不錯的話 好像因為著作權還在 所以沒有辦法 很自由地去引用 去改作 去創作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我等於每天晚上睡前 都稍微再重新體會一下 就是如果醒不來的話 要怎麼樣更改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就養成一個習慣 反而睡前 我只要能夠拋棄到著作權 能夠發表的 全部都發表 所以是這樣 publish before perish 之類的 反正是這樣子 一種想法 那有四個朋友問的時候 賺錢是為了什麼 我很少想到賺錢這件事情 我想到都是要花錢 那這可能是因為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因為研究的興趣 所以跑去創業 那創業的時候 大概很難是用自己的情況 要先說服 我的天使投資人 其實就是我媽 那我就是說 我的A輪 B輪 我那個創業的題目 就是台灣應該是第一個 就是C2C的 Auction 就是線上拍賣叫 扶必得的這個網站 那當時還做了很多 搜尋引擎 那我離開諮詢院之後 他們還做了CICQ等等 所以可以說是在 就是網際網路創業的那個 泡沫的初期啦 台灣可以說是 募資比較成功的一家公司 那後來就爆炸了 那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就學到說 其實重點並不是說 你要賺多少錢 而是你花這個錢的目的 你能不能夠說服你的 這些投資人說 這件事情 就算你投資全部燒掉了 但是這對大家的互相學習 是有幫助的 對養成這個人才是有幫助的 對這個生態 下一次再去解類似的題目的時候 不要走冤枉路是有幫助的等等 那當然後來我就連續創業了 大概四五次才 最後又做出一點點 還可以的成績來 但是中間的每一次 他們不叫失敗 叫走轉 每一次走轉的那個機會 都讓我再更多的去練習說 那我要怎麼樣子 再去強調說 我現在這個做法 本身也是有社會價值的 因為是open source 任何人都可以從我們的 打造的一些工具裡面學習 所以就算是 我們最多的產品或者服務 也沒有達到market fit 但是下一個想得到 更好的想法的創業家 他就不用從頭開始 可以從我們累積的 這些基本的東西上面 繼續去展現他的創意 所以怎麼樣對整個生態 都是比較好的 那我就發現說這種 公益型 或者不要講那麼偉大 這個公益 就是既有私也有公益 的這樣子的想法 現在我們會說 他是有社會價值的創業 或者social entrepreneurship 那隨著越來越往這個方向發展 那我就越來越容易 能夠找得到人 願意 不管透過群眾募資 還是透過投資的方法 甚至是融資 或甚至捐錢的方法 大家一起來做一些值得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沒有想到賺錢 就是我先想到需要花多少 然後我就轉頭去找 願意出錢的人 然後大家就募到多少錢 那如果我沒有募到那麼多錢 然後表示大家 並沒有特別覺得這件事情 像我那麼強烈覺得需要做 那也許我也應該參考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去做別的題目比較好 所以這是完全一個創業家 看撞錢的方法 可能不是就是大家很容易去 立刻就參考的 但是我覺得 隨著越來越多的就是創業的機會 創業的門檻越來越低 現在甚至在大學裡面 透過Ustart USR 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到 社會創業的必要性 而且周轉的話 你還可以寫一篇論文 可以說是風險最低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大家還是可以多多練習 用這樣子的方法來想 就是說錢不是聚集在自己身上 而是去劃在對他有意義 或至少對於投資的人 有意義的這些體能上面 有時就會跟你們問說 要怎麼樣做 才能夠像您一樣 睡覺的時候想東西 不是想東西想西 想東西 這樣不會睡不著嗎 當然不會睡不飽 為什麼 因為我是不播鬧鐘的 基本上你不播鬧鐘 大概就會睡飽了 然後我是告訴自己說 我如果在睡前看的這些資料 而且通常都是好幾個 不同的厲害相關方 所以很多時候是互相衝突的 事實上互相攻擊的也有 那因為我們在政務委員的位置 是要調和各種部會的 各種不同的價值嘛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是告訴自己說 我要想出一個 大家雖滿意都能接受的 共同價值 我才願意醒來喔 所以是可以說是 就是懷抱著某個念頭去睡 但是我在睡前看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不會在腦裡去下判斷 所以我不會覺得 這邊是對的 那邊是錯的 這邊我看到一半 我不會就跟那個作者 開始吵架 不會這樣子 我是全部都不帶判斷的快速的 把它放進視覺記憶裡面 那通常醒來的時候 真的都可以融合到一些 就是比較好的 共同的價值來 所以我想重點不是去想東西 我不是說 好像我必須要寫出個什麼來 或者是說我要做出個什麼來 而是說我可不可以把自己在醒來的時候 變成一個更能夠去同理 各種各樣不同價值的方面的人 所以是往內要求 不是往外要求 不是說醒來 就必須要創作出特定的東西來 那往內要求 通常是比較容易睡得好的 那看狀況就是 如果利益關係方太多 那我就加班嘛 就睡到九個小時嘛 那非常困難的題目 就睡到十個小時嘛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如果沒有那麼困難的事情 通常我只會七個多半個小時 就會自然醒來了 希望跟大家整個問題 那太好了 有人願意拿回課程 好 通文科 您好 剛剛有提到open shop的問題 然後也有提到一些學校的問題 那我想問一個 這兩者之間 當今在學校會遇到 是 我覺得學校其實是一個公共財 但當然就是 學生有多少是體會到公共產生這件事情 又是一回事 那你身為一個open shop developer 那你怎麼看待學校 尤其是實驗室 在軟營體上限制非常多 然後或是實驗室的老闆 教授 他其實是把實驗室的資源都容得了 你怎麼看待這個看到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那還有就是 呃 我還蠻好奇就是 你剛才提到的自學 那 因為我們在學校 那一位校長給你 給你比較彈性的空間 那如果在我們身上 沒有遇到這些 呃 有彈性的事 再還要怎麼辦 謝謝 呃 我想先確認你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說被擋帶的那些資源 具體是算力嗎 是 粒子對撞機嗎 就是是怎麼樣子的資源 就是需要有一些不錯的顯卡 或者說有一些軟體 它是不允許公開使用的 對 OK 呃 我覺得這裡要分成就是兩個 兩個Layer來看吧 呃 第一個是就是最基本的像顯卡 就是你如果要做一些 就是需要GPU 需要TensorFlow 什麼的這些東西的話 那 呃 學校理論上 他是為了研究的目的存在 為了學習的目的存在 所以 符合這個目的而沒有濫用資源的情況下 應該要能夠取得 那 呃 我們在 國防中心 那我們就是去 呃 因為我剛剛一直強調就是說 你如果Locally沒有這樣的組織能力的話 那至少就是 countrywide 我們會做一些 就是全國性的這樣子的平台 所以 呃 通常像在防疫的過程裡面 只要你所做的題目是對於 其實不一定防疫 任何公共利益有幫助 那你就是到NCHC的那個TWCC.AI 開一個帳號 那他就會給你其實相當多的這個算力 那當然前提就是說你證明說 你將算出來的東西 對公共利益是有幫助的 那你願意透過Open Data 或怎麼樣的方式 來公開這樣的資料集 那因為我的理解 它是就是非常低廉的價格 而且甚至如果你有公共利益的話 它是完全不需要這個浮淺的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並不會特別去評論說 好像哪張顯卡 應該有什麼方式分配 但是我們如果是Nationalwide 有一個比較好的 然後低的進入成本的分配方式 它無形之中也會對Line 或怎麼造成一些壓力 那不知道這樣子有沒有回答你問題 如果沒有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對話 其實硬體這方面有回答到 那像軟體 其實理論上是一個最好分享 但是通常實驗室都不允許把軟體 像GitHub或其他更開放的平台 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裡要分兩層嗎 第一個是說 對別人也有用的軟體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在企業裡面 通常我們推行Open Source 其實我們當年Free Software 它是一個人權的這個維護的活動 那Open Source這個名字可以說是 這個人權的活動的一個商業界 可以接受的一個Marketing Campaign 它這是一個行銷策略的一個字 那這個行銷策略 我們當時的一個核心論點 就是說雖然你沒有辦法直接賺錢 但是如果你Open Source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省去那個維護的費用 你可以省去說 每次新的硬體 新的各種各樣的東西來的時候 你要自己把自己的那個軟體 或你fork別人的東西 然後改做那個部分 你要持續的去維護它 所以攤題來講 就很簡單來講 就是如果Google 要幫它的Sugger Phone裡面的 Meta機器付Windows的授權費 那就沒有Google了 而且它需要的 不是只是Linux 是免費的這件事情 而是它需要 它的機器改變的時候 它能夠去改Linux 然後讓它能夠去 適配它的機器的自主權 所以我覺得這個論點 在大部分的 就是把軟體看成Core Center的地方 其實都是適用的 但是它少數不適用的情況 就是說真的全世界 就只有你知道 這件事情怎麼寫的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它是比較接近 像營業秘密的那個等級的東西 那不一定是專利啊 就是專利你還必須要 給全世界知道嘛 營業秘密也是 根本就是非常怕人知道 不知道我們可以認識 其他人不知道 那像這些比較核心的東西的話 確實現在也有所謂的 Open Core或者是Freemium 或者是等等這種做法 就是說它把不想干的 已經考猛的題 大家都已經覺得是一般吃屍的 你維護性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開源 但是我就是一兩個 我還沒有發表 而且我也覺得全世界看得懂 這個的人可能有沒有十個 那我不想要它能比我先發表 的那些東西 那我就先把它就是不要開源 那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ID Software 就是那個做遊戲的公司 那它的遊戲引擎 基本上都是它賣到的 它不能賣的時候 它再把那個遊戲引擎開源 所以它既完成了對於開源社群的貢獻 但是至少它遊戲還能賣 不會變成說它遊戲完全不能賣的情況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說 一段有時間的 有時間差的開源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談的 那我們在開放資料的時候 我們在政府內部的分享 大概也都是這樣子 就是我記得我剛入閣的時候 就是那個農委會的什麼 果菜價刊辦 那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冷凍倉儲施出多少量 那農委會的朋友就說 這絕對不能公開 因為公開的話 我們這個調節市場持續的這件事情 就已經消失了 那我就說 國家機密你30年總能公開吧 你可以給我個Time Delta 就是到多久之後 它就跟市場持續維護 已經沒有關係了 後來他們就回去做這個量化判點 然後就跟我說24小時 所以24小時之後 它就可以釋出 到這個開放的社群裡面 但是24小時 它保持秘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我們回到這個問題 好 謝謝 那我再延續剛剛的時間期的話題 我現在是一個即將讀研究所的學生 那我覺得實驗室現在 它其實是很 企業打向 或者說職業訓練的方向 那你有什麼看法 因為像你是一個 沒有走過這條路的人 謝謝 但我不是很確定 你說我的看法 你是希望對於生意的看法 不再具體一點 應該是說 你對於當今 教育變成 不是說學校機構 變得比較職業訓練的時候 你有什麼看法 是什麼 因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創業 而且當時我literally才中二 所以我的看法就比較中二 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把它看作是 已經存在的business model 的這種訓練所 那當然可能你的想像力 會不會局限 可是如果你看成是說 你畢業出來之後 並不是幫人家打工的 而是去幫助他做內部創業 去做創新 或你自己隨時都可以創業 也就是說你跟老闆 是在一個比較平起平坐 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在我們領域 我們確實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們是軟體工程 或者是神設計 是平空建造 平空建造 你在哪裡都一樣 不收到物理定律的這個 只有時區的差別 沒有什麼別的差別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的 negotiation power 就是我們的 議價權非常高 因為如果我在 就是台灣本地的這些 老闆不同意我的這個條件的話 那全世界其實聯合到 網際網路的地方 我都可以跟他一起工作 所以我從剛開始創業到後 來當顧問等等 都是send my own turn 就是說 好比像說 大家可能有聽過嘛 但我在比特幣 就是一顆才三千塊的時候 到六千塊的時候 我都說 這個我的時薪 是就是 那麼多錢 一個小時嘛 那當然現在好像比較多了 那然後 那無論如何 但是我當時 都有一個附帶條款 就是說 那是我的這個貢獻 可以open source 出來 那我才願意持收這麼多錢 那如果你要這個 我做的東西變成 你拿去變成 所有權是你的 我下個案子 還不能用我自己 上個案子寫過的程式嗎 那對不起 我要收你五倍的價錢 就是五顆比特幣 現在也是比較多錢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time 那在當時台灣 並不一定每家公司 都可以接受 其實還是有一些金融業 可以接受 但是 我為什麼就是很有底氣 因為他們不接受 那我的時間 我全世界都可以再找到 能夠接受這個term的人一起工作 所以就是說 要達到自己的mobility 然後讓自己 用一個創業家 或事業經營者的角度 來想這個negotiation 這個談判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並不反對說 你是以所謂的職業訓練者的態度 來進行工作 就像我們T大使的這個活動 也是讓大家 剛畢業完之後 也就投入職場 但是 是用一種好像 比較平起平坐 就是對方不是很懂 所謂轉型 但是你也完全不懂 對方的那個成業 所以雙方都可以 互相學習的這個角度 那拿這個角度的話 我其實覺得 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有人把我當學金球用 有43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這個 中國什麼時候攻打台灣島 我記得好像是 就是清朝的時候 對不對 對 就是有那個 就是 鄭晨峰啊 鄭克爽啊 在歷史課本裡面都看過的 但是 那如果這個問題是未來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的工作 包含剛剛講到 跟民主陣營的聯繫 等等這些工作 就是要讓這個劇本 就是沒有辦法發生 那沒有辦法發生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其實就跟這個基輔他們這一次 在國際舞台上面所做的事情 其實是有一點點類似的 就是 讓大家發現說 其實當你就是攻打基輔的時候 你不是只是在攻打 烏克蘭事實上 你在攻打這個民主戰役 要有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這樣子一種感覺 但是 如果是 在 執行克里米亞的那個時候 那 既沒有我剛剛講的這種 全世界的調查報道的 這樣子一種網絡 而且事實上 就是當時我們在台灣 真正講得出 就是克里米亞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人 其實真的不多 所以它並沒有那麼大的社群能監督 那真實的訓息的擴散 的那個R值 遠低於就是俄羅斯在當時 所營造的一些作家訓息 那如果我們是在那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就非常的危險 就好像普丁當時覺得 他可以隨便拿克里米亞 那樣子的危險的程度 所以我們的非常多的工作 雖然不能說是 國防工作 但是確實是外交上面的一種 民主聯盟的這種工作 那當然 到了今年 我覺得我們工作有一些 初步的一些 一些成績 就是大家大概都會覺得說 台灣是在民主陣營的前線 而且就是 Can't afford to lose 台灣 就是沒有辦法 做事 台灣就是 就被極權陣營所所併吞 所以其實基本上 大概全世界 比較大的一些媒體 不管是透過跟我 或者是跟我的 就是其他閣議員的同仁的訪問 或是跟我們實際 就是第一線的這些 進行這些訊息 這個防禦的這些朋友們的分享等等 我覺得現在這個 在世界上面 台灣不是只是防疫 大家知道很厲害 防止這樣子一種 就是從威權整體來的 作家訊息的公式 現在大家也就會說 這個台灣模特兒 是一個很能夠參考的東西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好像你不會在疫情 現在非常嚴重的時候 做事 這個 有人去把這個 莫德納、AstraZeneca 或者是 這個 Pfizer、BMP 這些地方炸掉一樣 那你也不會想要 就是 正在做這種 做下去的 在康體的台灣 受到這樣子的影響 那有 科學教育的朋友 這也是一個 水晶球的問題 問說 請問2020年 還會不會缺電 那 當然不管你是 把它叫做 這個 就是 停電、調電、缺電 還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大家非常 關心的 而且媒體之前也 關心了 好一陣子的這個題目 那 我覺得 不管你把它叫什麼 事實就是說 我們的 resilience 就是發生 緊急的事情 發生 就是 預料之外的事情的時候 它的回復力 就是 回復的速度 確實是不到 大家所希望的 能夠回復的速度 也就是說 電網的任性 那因為我們的通訊網絡 其實是依賴於電網 你如果沒有電的話 你的通訊網絡成不了多久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同時加深 我們的通訊網絡 跟它底下的這個電網的任性 我覺得就變成一件當務之急了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是只有科學園區裡面大的廠商 投資 就是UPS 不斷電設備 那很多分散式的做法 我覺得在 就是特別是 特別是 俄羅斯基利物克蘭之後 大家就發現說 這個 他們用什麼地軌微星啊 哪個power wall啊 然後加在 Tesla的車子上 什麼都同一個人做的 但無論如何 就是說 他們就變成一種移動式的 又不會斷電的 然後即使是電網 跟網絡網路 都一起斷掉 但他們只要還看得到信心啊 那就可以 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自然發生什麼事等等 那我想我們大家都受了 相當多的啟發 所以 這種就是網絡的韌性 網絡是人跟人的連結嘛 或者網路的韌性 就是電網跟機器的網絡的韌性 我覺得會是接下來 非常重要的 投資的一個地方 所以 不管你把它叫不叫缺點啊 但是對我來講 它是 增進韌性的一個 就是Wake Up Call 讓大家覺得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基礎建設值的投資 好 有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校長 可不可以唱一首歌 那校長就 有意願嗎 是不是應該有兩層 有兩層意味 有意願還是有意願 我記得問 唐委員說 校長可不可以唱歌 我說校長不可以唱 我發現校長不可以唱 原來是這樣 那還有 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校長只能跟周一方 是不是有規定 是不是有規定校長不能唱歌 所以要問委員說 校長可不可以唱歌 原來是這樣 還有一個是說校長現在有沒有控股會長 謝謝謝謝 那現在今天是委員的演講 我們另外再安排時間 好的 所以校長很小的 但是我們現在在早點 剛剛那個就是可以open source 但不一定今天嘛 但是同樣的這個道理 就是非常有智慧的這個回答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就是27位朋友 剛才大家就是有一個比較personal的問題 因為說就是這位朋友他說 我業務提到在教育制度 自己想像你一樣自學 但是家裡的人不支持 他們覺得我就該讀大學 當初提說要在高中休學的時候 家人才只要封我 但是我好痛苦 為了自己的理想跟規劃 想要走在自己規劃好的路上 而不是像傀儡一般的被操弄 這個這位朋友現在應該是快成年了 或剛剛成年了 那確實這個是我們在做西克剛的時候 碰到的一個挑戰 因為西克剛我們在高中的這個階段 其實就已經把大學的選修啊 加深加廣啊 非常多的東西 都已經放到高中階段 那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高中畢業的時候 就不一定要來讀大學 是等到自己準備好了 有一個研究的題目了 再來讀大學 那在中間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事實上教育部當時 因為為了鼓勵大家 還有一個什麼儲蓄存折什麼的 這樣子的計畫 希望大家高中畢業之後 就不要念大學 但是就是他可以跟就是你一起工作後 幫你存學費 那這樣子也減低學來的負擔等等 那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希望說大家高中大學 就是帶著研究題目來的 不過教育部的那個計畫 在他推行的前兩年是 可以說是比較驕傲不叫做 那也有很多朋友真的是願意 他申請表都鐵了 但是最後一秒鐘說 他跟家長講家人簡直要瘋了 就是事實上就是這樣 那你問那個家人 為什麼不接受 他說說因為親戚朋友 鄰居都去年大學 怎麼可以比別人晚 兩年或三年或以上 這個他沒有辦法接受 那在通常到這一步的時候 那這個學生就會 乖乖的撤回這個申請單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還沒有成年嘛 就是在民法上 在新法上 當然他已經成立了 負完全的責任 但是他卻沒有完全的權利 那所以就是他不管本來 本來本來算做什麼事情 那因為他不到二十歲 所以什麼都要探家長簽字 那探家長這個 你知道我們這個談判Bedna 就是說雙輸的時候 誰輸比較多 小孩輸比較多 因為你不管想要做什麼 就是你的家長 只要不堅持 你就沒有辦法做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確實並沒有那麼容易 一下就調整到說 等你找到研究題目 或你有研究興趣了 比較像是讀個這個 NBA的那個情況下 再回到大學 那這個時候你跟教授 是在你比較平等的 權力關係裡面 那這個要怎麼解決呢 當然解決的方法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18歲成年嘛 那所以18歲成年 我們應該會 呃 如期的上路啦 看起來立法院是 很同意這件事情 所以不管18歲 有沒有就是選舉的那種投票權 但是至少就是他可以 就是簽自己想要簽的文件 他可以是 付完全的 就是權利 但是他本來就已經 服完全的責任了 所以權責應該要相符嘛 那 那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Jayle的那種情況 會稍微 比較緩解一點點 因為他的家人 就必須要理解到說 他無論如何 不管是高中有沒有念完 他到高三的那個時候 他就是大人嘛 那18歲就是大人 那大人之後 其實他不管做任何的決定 你就是要好像規圈你的朋友那樣子 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因為他是成年人 他必須要就是負自己的責任 那當然也應該要做自己的決定 所以 就是 我理解你的這個狀況 那也覺得 就是我們本來的這個制度 特別是18歲 還沒有成年人的這個情況 其實限制蠻多人的選擇權 那 但是我們就是 正在往就是比較好的路上去改變 那也很感謝你 願意分享 就是你的個人的經驗 那讓大家知道說 那至少就是我們也可以讓情況 往下一代吧 沒有下一代 比我們年輕幾歲的那一代 能夠 能夠狀況更好 那 所以也很鼓勵就是 可以整理自己的經驗 然後 也多讓就是現在 兒哨表 表義權嘛 有很多兒哨的代表等等 我就是可以多跟他們接觸 然後可以互相 empower 這個是 互相增幅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有三學二的朋友問說 他說有 請問平常怎麼保養你的秀法 就是睡垢嘛 睡垢是最好的這個 保養品跟面膜什麼的 對 那我如果睡不夠的話 那就 就看起來就是睡不夠的樣子 那 我昨天是睡得很飽的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 確實因為我會覺得說 余琴你花個半小時在就是 保養上面 那 不如就是把他半小時拿來睡覺 那有睡垢的話 其實他達到 保養效果可能比保養品 花不少 也會朋友想要舉手 那我們是不是挑戰第一個拜託 來 來 唐鳳中文你好 我有點緊張 這個有拿手機問可以嗎 沒問題啊 當然 當然 我是來自南台日 是一年級的離京 然後呢 我有個朋友又沒有辦法到場 所以需要我幫他問 然後他已經自家做了陳小曼 然後他想要問的是 我們能看見唐鳳中委員的 未來的走向 就是 目前還在 就是當行政院的中委員 中委員嘛 那有沒有想要就是 繼續在行政院還是有其他打算 或者是向 國外進修呢 那我的問題是在看見 就是眾多新一學子 對外國的嚮往嘛 那 那要怎麼意識到 就是 有意識到台灣的資源不足 那 致使人才的外流 那有沒有更多的發展政策 跟實施方向 能夠留住台灣的人才呢 以上做的提問 謝謝中委員 好 謝謝 我們先回答就是 附身在您身上 沒有的回答 我的問題 我想這裡有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說 因為我在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我就有說 其實我不是來特別幫政府 不是for the government 我是with the government 所以雖然說 naturally不在行政院裡 但是實際上 我大部分的時間 可能在社會創新中心 可能在 就是 巡迴全台灣 包含幾天到這邊 或者是在線上 這個巡迴各種市區 事實上在疫情這兩三年 我大概都是 醒來的時候 人virtually 就已經在美國了 在美東 然後隨著那個太陽的移動 慢慢回到印太地區 然後到傍晚的時候 就到這個歐洲 或者是非洲 每天都在講 time zone travel 所以就有一個部分區 立委說 是應該叫全球部分區 那總之 這個全球部分區的 這種生活方式 跟我physically 是不是在行政院 或者我算不算是 行政院的 內閣的一員 其實這個關係是稍微 比較小一點的 也就是說 我不管是以什麼身分 我還是可以繼續這樣子 就是全球部分區的 去服務 所有 對就是 民主跟數位的 或者 然後講到這種 任性的建設 等等 感興趣的這些朋友 所以 我在做的事情 應該都還是一樣 那 你說出國進修 其實我這樣子 time zone travel 也是一種出國進修了 其實也是 不斷地在跟全世界的一些研究者 交換對這方面的知識 所以不一定要等 畢業之後才能做 還在行政院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 希望他認為 有回答這個問題 那 你的第二個題目 我又是覺得 蠻好的一個題目 因為我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全球部分區 所以我完全沒有要留住各位的意思 就是 就是 我覺得人才對流 是非常健康的一件事情 人才應該盡量地對流 那 我之前都是 在2005年 特別 就是 我的研究的那個社群 就是 Programming Language Research 我發現說 對這個東西 最新的人 他分散在世界各地 那但是 我又很想跟他們 就是一起寫論文 一起研究 需要這個高頻寬的互動 而當時還沒有 5G網路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 我就真的在 大概兩年之內 跑了大概二十幾個城市 那 然後到每一個點的時候 我都是 類似那個Portditch那個數學家 問他說 下一個人應該是誰 我們做完這個題目 下一個人 承接這個成果 應該在哪裡 那 可不可以幫我寫付Email給他 然後我就去住他家 這樣子 所以就是 完全是一種 就是傷害蟲蟲的這個情況 然後 在全世界 可是你看我最後對流回來了嘛 那你說 我如果沒有這樣子 一段傷害蟲蟲的這一段經驗 那兩年的經驗 我也不可能有 就是全世界的這個公民科技 自由軟體社群 開源社群 的這種人脈 那我要是沒有帶這個人脈回來的話 那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很難一個人 就在這邊做到的 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覺得 要多出去 要多對流 那我們也看到說 不管是我們透過金卡 或什麼之類的做法 也有非常多 其實已經出去很久的朋友 那他回來的時候 是帶著整團的人回來 就他整個研究室回來 或者是 他的就是 所有的人都發現說 因為台灣是一個 就是你可以做這方面的研究 然後不會你的研究 就被消失了 等等的一個地方 所以 我們這邊對於自由民主 多堅持 那外面的人 特別是在他做一些 比較敏感的題目的時候 他們就越來越來這裡 那如果是他們本來的研究 立刻就 什麼 因為就是top down的禁止 什麼加密貨幣 什麼東西 然後就消失了對不對 那他就算花了很多時間 在那個地方耕耘 到最後他也變成韭菜 他也變成 必須要去其他的地方 所以 我覺得我們還是保持一個 就是崩密社會的活力 然後非常自由的 民主的這樣一個社會 那就很鼓勵大家 不管是像我這樣子 虛擬的外流 還是就是 屍體的外流 那但是到最後 你做的題目 適合在台灣做的話 那你可以帶很多人 對流回來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謝謝 謝謝 好 那 有32位朋友問說 在來南台科大之前 有沒有聽過這所大學的名字 以及一所大學 應該如何用創新的方式 來宣傳自己 我是蠻 就是 所以就是 來之前大概都會 直接就是 不管Google 還是危機百科 還是什麼 對 所以就是關於 我們像說 這個南台科技大學的 跟建築物共構的大門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來之前就 稍微有看到的 那 不過我想最主要的 還是對於高中生 或者是對於 因為未來他們是成年人了 所以真的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還念大學 或者是剛剛講到 就是對這所大學的研究 有興趣的朋友 你要怎麼樣子去宣傳 讓他願意 就是幫你宣傳 你們 所以說自己宣傳是一回事 但是口二想傳口碑了 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像剛剛大家用 非常有創意的方法 就是好像不限制媒材的 不管是歌啊詞啊 曲啊 跳舞啊 或之類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越多的 在大學裡面的 各種不同創作媒材的人 這種混搭的狀態越多 那你越能夠去跳出 既有的這個光光 去碰觸到一些 可能本來根本沒有聽過的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 混合媒材 然後多媒材 然後盡可能像我就是 都不會把我的梗圖 說什麼版權素的反應 逼舊嘛 隨便大家再去remix 那就是你 就是每一個推出來 可能大家沒有要remix 但是推到某一個點上 你總是會有一個hit 那這個hit 那你就不需要自己 再砸宣傳的什麼經費了 因為大家都會 一船實實穿白的 來幫你宣傳 所以就是一開始 不要去限制人家 可以怎麼混搭你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 那在政治人物 這個不太容易嘛 因為這些有玻璃心的問題嘛 很多政治人物 並不是很喜歡被苦手 但是我 我並沒有這個問題 我真的每次看到 都是一種欣賞的態度 不管是把我Photoshop 一隻弟子變成全綠 我最近才在Twitter上面 看到那個全綠吹弟子的 那個畫面被說唐豐發動腦控現場 什麼之類 我覺得非常有趣 所以我並沒有玻璃心的問題 所以是非常歡迎大家混搭 那當然作為一所大學 更應該沒有玻璃心的問題 請說 就是台灣的大學 應該比較多便是學術走向 有麥克風的話 請說不要 因為有錄影 所以麥克風大家聽比較清楚 唐仲偉您好 我目前就讀國際系列系三年級 那目前台灣的大學走向 基本上都已經慢慢的學術化了 那專注在所謂技職的體系 其實是越來越少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很多的大學 也都一直退場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科技大學在 跟普通的大學比的話 變成說它會比較多 那尤其是在所謂的實力科技大學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 您說要用很多類似那種 創新的方式下去做 兩件的方式 對 可是其實台灣的很多老一輩 就又回到剛剛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那什麼 他們想生選擇爸媽 就是寧願去選擇普通大學 不會讓他們選擇科技大學 那如果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那你覺得要怎樣去接受 因為沒辦法說 對 所以我剛才說 就是說 你就要面對那些高中生選擇 因為很快他們就是成年人 那就按照民法定義 那他就變成是成年人 意思就是 他比較不用管他爸媽自己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請問你覺得 這次的公投案有可能會過嗎 因為他們看太高了 是900多萬票通過通 是是 就是那個選舉權的嘛 對 我自己是很期待他能夠過 我一直都覺得這個實在是 是拖太久了 是所有其他國家 都已經是18歲 甚至有了17歲了 那 但是這個門檻 如果到最後真的不過的話 它會有一個很好的影響 就是讓大家都知道這個門檻真的太高了 所以 下一次說不定就是 大家要繼續把那個門檻弄第一天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那樣的事情它都有 都有兩面 就是如果過的話 那當然取得了18歲公民權 但如果不過的話 那我猜休閒的難度會變 就是稍微第一 希望回到這個門檻 好 謝謝聰明 謝謝你 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要取消的 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 來 不好意思 我下次 多年前 在網路上看到您受訪的影片 那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位 有一個問題 就是觀眾就問您說 當您 放到網路上的人生公子 言論的時候 您怎麼去 怎麼去調適 然後 那我對您的回答 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您說的調適 您提到一種方法 叫做精神按摩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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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時可能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您沒有詳細的解釋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 有可能有一點是 見證到私人的問題 那我想請教的問題是說 不知道有沒有 那個 委員可以提出來 跟大家分享的案例 就是您怎麼 怎麼樣進行 那個精神按摩的方法 這沒有什麼私人呢 就是 其實那個書裡有寫嘛 就是說 我每次看到 就是讓我心情很不好的 那種網路上的言論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種視覺刺激嘛 那我會用就是別的刺激 特別是聽覺跟味覺的刺激 去評估它 所以 我的廚房就是 隨時都有二、三十種 就是可以沖泡的那種 飲料包啦 那所以 就是 每次我就會 可能C30取2 這個蠻大的一個數字 我就會 隨便拿兩種 然後 就開始沖一杯這個溫水 那所以就是 下一次我再看到 類似這個字的時候 我看到就會是 原來這就是 牛邦混合薄荷的味道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因為大腦在運作 其實是 by difference 對吧 所以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trauma 所謂的就是 讓人有創傷的這種感覺的 就是說 你上次碰到這個字的時候 有很不好的經驗 所以你下次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還是那種不好的感覺 湧上來 那這個你要蓋掉 真的非常容易 就是你創造一個 不同模態的 它視覺進來 你就用味覺和聽節去平衡的全新的 但是是好的 的經驗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這個在腦裡就會變成一個記憶點 然後或者是 我放一些就是 合成的就是 可能繼續學習自己創作出來的那種音樂 所以它也按照定義就是新的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只要那天有睡夠 短期記憶 有期經常期記憶 那我下次再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就是當時 比較舒服的感覺就出來了 那對不對 那就好像那個按摩的時候 就是指壓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說 這是一個什麼銅點啊 什麼氣節啊 還是什麼的 那邊有一些術語 但是問題說 你不是就是 揉得更用力 那個可能就會很不舒服 而是說 你去配上 那麼現在有什麼 想分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很好的音樂 就是別的刺激 然後慢慢把它揉開揉鬆 之後再碰到那個地方 你就不會有一種痛的感覺 就不會有創傷的經驗 所以就是說 由創而上 這個是每次就是 你repeat相同的經驗 那由創而新 你就要有這個新的經驗 那下次你大腦記得的 因為創新比較容易記得 那就是這個全新的這個感受 所以 這樣子幾年下來 大概很少有什麼次 我看到不是很開心的感覺了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還有人要舉什麼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還有個十分鐘 好 那沒有 我們就往下爐 好 有47位朋友問說 覺得台灣目前政治走向 是要回歸祖國 所以應該是東非 那還是獨立 我真的有去那個 就是露西 就是差不多露西的那個地方 就是在那個阿迪斯阿貝巴 它真的有一個就是博物館 當然是複製品啦 不是說真的 露西的木頭 但是也是真的 很有一種回歸祖國的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就是 不管我們本來是在哪裡 但是最終還是都是從東非那邊出來的等等 所以真的是 確實有一種回歸祖國的感覺 這不是開玩笑的 那 那所謂的獨立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我的標準答案 就是47時代就已經獨立了 這個就是 海峽這個水位上漲之後 那就是獨立了 這個在演化上面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地質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這兩個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現在我們大家在討論的是什麼 我覺得 我們在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2020年 從東大學前 那他是也是一個 多調和報導的一個媒體的工作者 他們去訪問了就是 就是 就是韓國瑜老師 跟那個 蔡英文老師 兩位的這個 信徒 那就是在最大的那個 就是聚集的兩個 Rally 的這個場合 然後問雙方陣營關心的事情 跟對方陣營覺得對方哪裡做得最不好 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有兩件事情 就是民主的深化跟國際的連結 雙方都認為自己的那個 擁戴的那個人才是做得最好的 然後對面那個根本沒有在做 之類的 那但是就是不管他們的判斷是怎麼樣 但是這個告訴我們說 雖然在當時應該是最撕裂的那個時候 因為就選舉錢嘛 其實大家的價值是完全相同的 就是 並不是關於祖國的一個價值 而是關於民主的深化 要越來越多的事情 人民有 不是只是發表意見的權利 而且有議程設定的權利等等 以及 我們不管在做什麼 我們不能自己關起門座 不能這個閉門造局 我們要這個開門造局 讓全世界的人也知道說 因為他有這樣子一種民主的做法 所以 雖然看起來有政治上面的一些 政風相對 有一些不同的黨派 但是像我們在立法院的四個主要政黨 都有簽我們的就是 開放政府聯盟裡面的 我們叫做開放國會的這樣子一個宣言 所以可以說是 在這一點上面可以說是良性進展 因為不管哪一邊的黨員或信徒或怎麼樣 或者沒有黨派的 像我都覺得說 其實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工作 大概都是聚焦在這兩件事情上面 因為它並沒有走向這裡或走向哪裡的問題 其實是怎麼樣走比較穩 怎麼樣走比較快的問題 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請 我想打擦一下 來個問題 我先回答完 所以不要打擦 好 就剛剛提到說關於政治立場問題 那我想請問一個您私人的問題 就是我知道您之前有在公開場合說 如果你是一個anarchy 你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那你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你怎麼會去看待這些現在的政治現況 或者說你有怎麼會入格 謝謝 我並沒有說過我是無人主義者 我說我是anarchist 那就是我爸叫anarchy 就是一個意義 那conservative anarchist 就是持守的anarchy 那這個我在博文夜修所 有沒有解釋過 就是說它並不是說不能有政府 或者不能會做事 而是說 這個就是政府所做的事情 它必須是建立在人民的知情同意的前提上 以及當民間有更好的做法出來的時候 必須要國退民進 不能這個國界民退 也就是說anarchy他的基本想法就是說 我們不管任何關乎大家的事情 都應該是在大家的知情同意跟參與裡面 來共同決定 而不是少數的人來幫大家決定 那這個少數的人 他不一定是政府啊 也可以是大企業啊 也可以財團啊 也可以什麼什麼東西 那anarchy在講的事情就是說 那隨時 只要有這種權力過分集中的 我們就應該多花一些時間 去看看說 有沒有辦法 同樣的這件事情 但是你不需要用集中的方法去做到 那你可以用分散式的方法 可以用在地付權的方法 等等這樣的方法做到 所以那conservative anarchism 其實就是 我最近才跟CNN Plus的記者說 其實那個字對我的意思就是 I'm a Taoist 就是是 就是道家人士 但是如果是對於CNN的記者來講 講到Dawist 我就是要開始畫幅啊 或者是拿個桃木劍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因為就是Folk religion嘛 就是道教人士 對他們來講是比較熟悉的 而道家人士沒有聽過 但是對我來講 CNN就是在說 在就是把權力逐漸分散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並不是說 立刻就要就是 丟炸彈去炸毀現有的這些institution 這些這個社會的組織方法 而是說只是 我們去對於新的組織方法 像我們在鏈圈上面 這種分散式法人嘛 這個Daw啊 什麼之類 我們對這些東西保持開放 那這些Daw慢慢慢慢出來 我們本來是集中式法人 這個以前要註冊在開門群島 還是在什麼東西的 它就多了這種全球性分散式的自製的這種方式 但是我們不是一蹴而及 我們不是說 我們明天就把所有的公司都廢掉 逼他們變成Daw 當然不是這樣子 而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就像剛剛講到的 從紙本的到簡訊跟藍牙的實聯制 讓大家就覺得很輕鬆很簡單 那其實藍牙是裡面最分散的一種做法 因為它完全沒有像我們在 簡訊實聯制還有 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電信商嘛 的那個各大電信商的這個 資料分佈的運算 那我們在就是藍牙實聯制上面 是完全用自己的手機的 可以說是它的集中成分是最低的 那這個就比較符合我剛剛講到 Consultive Anarchism 就是你不能用強制的手燈 去逼大家去用藍牙實聯制 但是你可以慢慢慢慢讓大家看到 所以這個在隱私保護等等 是最好的做法 就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還有這個四分鐘 有人舉手嗎 沒有 那我們就 那 有個朋友 這個 有個很有創意的表情符號 應該阿拉國 之類的 那然後問說這個 其實藍牙委員 跟藝人無縫 有沒有關係 當然就是我們的名字相同 都是單名 除此之外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有五十二朋友問說 面對疫情的爆發 越來越多學校的確診的阻跡 但是校方卻沒有即時公佈 資訊等等的問題 尤其是大傳院校 確實是來自台灣各地 確實會引發學生的害怕 那對於目前疫情 對於學校的影響 有什麼樣子的建議 當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基本的建議就是要 就是疫苗要打到大阪 這個是絕對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因為體質 或因為就是醫生說 就是你沒有辦法注射疫苗的 那些朋友的話 那當然我們也要確保說 這個口服藥的分補 以及確保說這個口服藥 即時能夠送到大家這邊 這個當然都是 我們就本來就已經在做的事情 但是除此之外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保持平常行 然後睡夠 然後不但是增強自己的免疫力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是說 不會有就是不必要的 過激的這樣子的這種情緒的反應 那確實是我們現在已經進入 這個減災的階段了 我在來之前還特別問說 我們可不可以按照指揮中心的這個指引 讓我還是不用戴口罩來演講 那主要原因 除了我真的有快閃過真的是陰性 之外 我也是想要傳達一個說 事實上現在就是 保持這種生活的這個節奏 然後有平常性的這個感覺 那當然到了這邊發現 大家跳舞的時候也是 不用戴口罩 所以真的是 已經比我還要放鬆了 但是我在說 就是要保持這樣平常行 然後多休息 那這樣子的話 才不會變成說 這個 就是身體上面的抵抗力 因為打的疫苗 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變成 因為在焦慮的情況 恐慌的狀況 所以心靈上面反而沒有抵抗力的這個情況 那如果心靈上面比較沒有抵抗力 確實就是作家訓息最容易 就是出現的這個溫症 所以我覺得 當然消防也都在現場 所以就是怎麼樣子可以 更及時的讓大家知道 就是實際的時候 換疫情怎麼樣子 更有平常性 我覺得這是大家可以幾次光益的 不是只有說行政人員可以做 大家都可以一起想一下說 可以怎麼樣做得比較好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那所以最後一個問題 那有43位朋友們問說 自學要怎麼樣學的效率 我想請問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最主要的建議就是 找到一個你真的很感興趣的 一個創作的主題 然後這個主題呢 它必須要是足夠大 到就是你沒有辦法幾天 或幾天把它做完 你只能分段分的把它做完 那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像我一開始挑 那邊的研究主題 就是怎麼樣營造出一個 有點像slido 這種其實你少不太起來的那種空間 那因為我每天只能做一點點 這樣子的貢獻 所以我就會很願意 貢獻出來之後 你全世界的人都在想這個問題嗎 所以我醒來之後 我就不保險 因為在跟我不同時區的地方 也有人想出更好的 能夠在線上營造故事的 這樣子的一種方法 那因為這個問題夠大 所以它可以讓我 從15歲 就是16年 就要現在已經16年了 而且也就是讓我 就是進去世界的夢 如果這個問題太小 你很容易就是把它結了之後 那種很完美 但是很完美的問題就是 人家除了給你按讚拍手之外 說真的什麼事 我不用辦法幫你做 所以只有真正的意想 跑專隱喻 就是說這個問題這麼大 我只結到了千分之一 我做出來的東西 大概都是充滿問題的 充滿決限的 但是就是研究人員 只要看到 專家只要看到這個 那這個 就是專業的 就會跳出來說 那事實上 有什麼做得更好的方法 那我就說 好 那你先明白 那這樣時候 我們就會變成 真的是很好的理由 所以研究一個 不一定是純粹的工藝衣 還是可以有你的私人藝衣 但是這個理由 對其他人來講 也是理由的 這樣子的體能 那這樣就會變成 只要不怕丟臉 有沒有玻璃心的問題 那反正 萬事萬物的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 這個堂委員 今天全程透過這個 Slide Door Rampy 即時線上TV Jump 的方式 和在場的各位師生 進行互動 對談 還有經驗分享 真的是非常非常 怎麼說呢 與眾不同 非常特別 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場演講 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也應該都是收穫滿滿才對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如果同學沒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的這個演講 就到此告一個段落 那麼謝謝大家今天的利益 那麼 是不是用我們 就是最熱烈的掌聲 再來感謝一次 我們的那個 堂委員為我們做 這麼精采的演講